網路箱已經提出一些問題了 有三個大的問題 是有ID Super666跟FB 1000000794294的朋友 他們兩個都提出相同問題 說請闡述PTT的危機 第二個問題是由LinJ 這位網友提供說 當我們的大企業 HTC還有聯發科自己的指標性企業 都被中資併購或被中資計劃後 臺灣資工系畢業學生到底可以幹嘛 最後一位是WhiteMallory這位網友 他提出說請問一下林教授 對於說4月15號NCC提出的 對於說兩岸土貿開放二類電信的解釋 究竟有怎麼樣的一個看法和想法 那請教授來幫我們回應 先回應這三個問題好嗎 那對於第一個 就是對PTT網域的影響 如果開放各類電信或資訊服務之後 那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PTT的網站 這個伺服器網站是放在電信機房裡面 那它的網路也是透過電信網路 所以然後這個是二類電信的範圍 所以就會是如果中資業者掌握 假設這個PTT網站如果是掛在遠傳 然後遠傳的這個機房委託中國移動來管理經營 那這時候中國移動就會同時掌握流量 以及伺服器上面的帳號資訊 但是反過所以就會掌握這個誰在跟誰講什麼 然後以及帳號裡面 哪一個帳號是誰真實身份是誰 就會被中方掌握 但是如果這個PTT的這個伺服器是放在中瓦電信 然後中瓦電信沒有被中資掌握 那而是遠傳被中資掌握 那就會變成遠傳的用戶 如果上PTT的話 它的流量會被遠傳掌握 但是個人帳號沒有被中資掌握 沒有被這個中國移動的子公司掌握 所以這個有程度上的差異 那所以我們要就是這個層面是逐漸的 不是說一下子就全部掌握了 所以是循序漸進 中方希望的也是如果可以一次到位 那就一次到位 比如說交換中心 跨電信業者的交換中心 如果它可以成立 那這個最好 因為它會掌握所有用戶的流量 不是只有遠傳用戶的流量 如果不行 那我就先掌握遠傳了 為什麼 因為遠傳跟我最close 遠傳最想去中國市場 所以它最願意讓我投資 或者是把機房外包給我 或者委外管理 第二個問題是HTC跟涼花哥都被中資買走 那資工CBSN可以幹嘛 我比較擔心的 還沒有被買走以前就被打掛了 還沒有被買走以後就被打掛了 比如說它現在主集HTC 從去年就開始 那你覺得它會鬆手嗎 它還沒有失敗以前 它會繼續 你說它之前主集這個晶圓雙熊連發 這個台積電跟聯電 沒有很成功 聯電至少有部分成功 它把聯電變打成一隻小貓了 那它有舉步成功 那它會不會繼續 它當然對中國政府來講 因為半導體製造這個東西 是強者欲強 所以它現在要在主集台積電的困難度已經變高了 所以它轉而去主集什麼 資本門檻 技術門檻稍微低一點 當然我不是說聯發哥跟HTC的門檻比較低 但是它的資金門檻確實比較低很多 台積電的一個十二寸晶圓廠 現在要三千億才蓋得起來 但是聯發哥跟HTC不用那麼多錢 所以 它現在要主集 HTC已經在去年開始啟動了 它會不會停手我不知道 聯發哥這個是進行是從去年年底才開始的 也就是我剛剛說的 造元人民幣 要來扶植中國的IC設計產業 那其中的頭號戰犯當然是台灣的聯發哥 要把它幹掉 所以 它可能不是買掉 而是幹掉 那你說買掉跟幹掉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都一樣 那這時候 你依的是在台灣做 然後老闆是中資 或者是要到中國去上班 那老闆也都是中資 不管你在台灣做 或者是中國工作 你老闆都是中資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當然是 我們不希望看到 也就是我們的 高官的產業都被掌控了 那當然 我相信HTC 我相信 我相信王雪宏董事長應該已經覺醒了 不再對中國存有過分期待的妄想 雖然他還是很寄望中國市場 可是他已經知道 中國怎麼看他了 那我也相信聯發哥的董事長 蔡明傑應該很清楚 因為他已經遭受很大的壓力 都被中國的IC設計公司在低價的競爭 第三個問題是 NCC4月15號所提出的 兩岸電信服務業的Q&A的看法 我事實上我昨天才看到 那我瞄了一下就是他的很多項目都是重複的項目 就是我們之前都回應過了 他再回應一次 那實際上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 因為他列了非常多 2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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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項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是重複的 那只是他 就是再老掉重彈一次 那我 就是我剛剛已經做了一些回應了 就是我們不曉得再去追那個細節 當然 我再來幾天會再看一下 有哪一些點值得再回應的 不過我們也弄得很累 就是說 NCC的官員是全職在做這個事 我們是part time在做這個事 我晚上還要 這個白天晚上還是要開會 然後晚上還是要做我的研究 然後 然後 還是有很多的研究教學的工作要做啊 沒有辦法 那麼 像他們那樣全職在做 那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不想再跟NCC在 戰術面一直在那邊攪破 在那些 那個 文字遊戲 或者是三館無卡 我要把它這個問題拉高到戰略層面 就是 中資業 中國政府怎麼看電信業 台灣政府怎麼看電信業 電信業是不是 如果被掌握了 會有國安治安的問題 我不想談細節的話 我們來看戰略的話 那 如果我們開放一小的洞 以後會變更大的洞 你怎麼避免台商再來要求開更大的洞 我要問一些這些戰略面的問題 我不想再問NCC這些細小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跟NCC對話的過程 我們要注意到 他 當他開始用十個問題 十二十五個問題的時候 表示他很強勢很理直氣壯 在回應你的時候 他就是在打烏賊戰 如果你陪著他一直打一直打的話 到最後 一般民眾的認知就是 公說公有靈 公說公有靈 那NCC好像也很理直氣壯 所以他可能講的也有道理喔 不是只有你們專家學者有道理喔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是 有好有壞啦 所以簽了好像也沒關係 因為有好有壞 我不想落入這個洞賊戰 我們想要拉高到戰略層面 來跟NCC做戰略層面的對話 那最後 後面還有一個問題 中華電信的機房已有用法 射備是否遭有風險 沒有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電信業者 在機房裡面 機房裡面 就是大機房裡面 都還沒有用中資業者的設備 然後因為NCC有去擋 那我剛剛講過 這不是NCC的自由意志 那其中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是被自我設限最嚴苛的 所以這網友寫說 中華電信機房已有華為設備 這個不知道是問號還是肯定句 如果是肯定句 你知道了 說你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那你趕快告訴我 那我知道有人告訴我是說 有電信業者 他們有華為的設備 機房的設備 但是它是在測試用 不是營運用 還沒有上限 也就是沒有真的放到機房裡面上限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 我們當然不能說它有用 因為它是拿來測試 拿來再實驗的 那不過在前幾年 就已經有遠傳跟台灣不王以及亞太 就是想要測試政府的底線 所以他們去買了華為的基地台 或者中興通訊的基地台 然後買了以後看它能不能裝 去申請執照看看 去申請這個檢驗執照 跟NCC先生你看看它會不會過 然後NCC對於小型的這個基地台的話 目前是比較寬鬆的態度 但是對進機房的話是 還是絕對禁止 那我剛剛講就是 應該這個應該是美方的態度 去決美方的態度 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到進機房 各業者 那即使採購的也沒辦法裝機 之前有業者採購了 有遠傳跟台庫的採購 這個機房內的設備 要準備裝機 但是被NCC擋下來了 所以到目前是沒有 但是如果網友真的有發現 請告訴我 那當然這個東西就 就是NCC的三管五卡破功了 其實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目前的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由那個 這位網友說 福茉協議開放二類電信 究竟有沒有任何好處 這個Z大於B 那這個Z到底是什麼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 我剛剛在這裡有提到Z是什麼 那Z就是少數的企業 那其實在電信業也是 第一個獲利的就是遠傳 那其實遠傳在兩年前 就跟中國移動簽了一個約 就是讓中國移動入股10% 讓中國移動入股 不確定是不是10% 就是讓中國移動入股 那當時NCC出面組黨 說因為他們即使簽約了 不能生效 所以NCC出面組黨 OK 那當時NCC出面組黨 那現在為什麼過了兩年 NCC說這個開放沒有問題 那NCC也要告訴我們 戰略上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戰略的思考是什麼 為什麼兩年多以前 中國移動投資遠傳 NCC把它否決 然後現在贊成說可以進來 那這個 戰略的意思是什麼 那當然遠傳讓中國移動投資 它也會去中國 中方進去投資啊 它不管是成立 在福建或中國成立 自己的電信事業 成立機房 或者直接投資中國移動 對它來講就是獲利 因為中國移動在中國 非常賺錢 因為它用戶高達數億 的用戶 那所以 中國移動可以 用這個來吸引原傳 所以你說獲利最大的是誰 第一個當然是原傳 那它如果有原傳 台負亞太會不會這樣比招 辦理 它也要 它也會去跟中國聯通 中國移動 來要糖吃啊 我讓你 我讓你 投資 你也讓我投資 我們來交叉持股一下 這些台商會顧慮 這些台灣的電信業者 會顧慮用戶的權益嗎 我不認為 他們不會 他們如果看到 利益的話 它會放棄用戶的權益 那中國 中華電信 因為它是 30%以上 是 30% 30幾%是 公股 就是交通部 支股 所以 中國 中華電信 在 對中國的立場 這市場上面 它比較會自我設限 那當然 如果 中華電信 得到交通部的受力 說 我不會管你了 我不會限制你了 中國移動會不會去 還是 也是會去啊 只是 這些高層 已經看到 有隱憂啊 所以告訴我們 告訴我 主動來告訴我 說 他們認為 不應該 雖然 這對中國 中華電信也有利益 但是 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這樣會 傷害台灣的 治安和國安 謝謝 好 那這邊的話真的很謝謝 將近500位網友 與我們共同在線 一起來聽這次直播 那之前王老師說 其實在最後希望說 跟我們大家分享說 你之前說 平反性的一些心路症 首先就是說 你怎麼樣的 機能下 會開啟這個連署 那後續 有沒有受到一些 什麼樣的壓力 這個事情一開始是 大概在 八九個月前 為了更早以前 就是 其實在 這個 這個 NCC 因為我跟NCC 有很多合作 那現在是不是合作 現在是 對立 但是其實 我還是跟NCC 過去跟現在 未來 還是會有很多合作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幫NCC 在過去三年 制定了 資通訊 產品 安全認證規範 總共有十份 那這個是我的實驗室訂的 那這個訂的過程 當然 就是跟很多的廠商討論 然後 跟很多的專家討論 所以我訂出來 十份的資通訊產品安全認證規範 然後NCC 公布 所以NCC 現在公布的 資通訊產品 安全認證規範 那是我的實驗室訂 那 NCC 其實過去也一直 問我這些 治安的問題 因為就像剛剛說的 這個 比如他們問我 華為的USB 怎麼檢測 那個 華為的交換器 電機器台要怎麼檢測 然後 這個 手機的病毒 的問題 然後 或者是這個 中國網軍 的問題 他們也會問我 那事實上 我在三年前 應該說四年前 也到 NCC 成立的一個 財團法 叫電信技術中心 借調 擔任執行長一年 所以 當時也是 跟他們很多的 這個 互動 雖然我很 不滿意他們的 行政官僚 他們的行政官僚 太僵化了 沒有辦法做太多 有效益的事情 OK 所以其實可以說 這個 這個過程沒有很多 互動 那再加上 過去 過去 比如說在馬王鬥 應該在去年十月 九月十月 就是 黃世民檢查總長 因為 用監聽得到的資料 來 讓馬總統使用 然後來 對王金平 攻擊 以及 開除黨機 都是 基於監聽的資料 那 當時就 在立法院就有一個爭議說 到底 0972 這個節費 電話可不可以監聽 那 因為 之前我一直都 就是 偶爾 不是常常 偶爾在媒體上 會談這些 治安的問題 那 所以就有 媒體就問我 就是說監聽的問題 那 然後 然後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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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 也邀請我去 這個 呃 內政委員會 去說明 這個到底能不能監聽 事實上 那一次去的很好笑 就是 三個單位 三個答案 就是 呃 刑事警察局 說 0972可以監聽 沒問題 而且他們常常監聽 的就是 解會電話 然後 第二個是 說 不可以的是 調查局 說不可以 因為調查局是當事人 因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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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監聽那個 是 調查局的監聽機碼 不是刑事警察局的機碼 所以 調查局那邊就 就說不行 不能監聽 除非他事先知道 這是 結費電話 他必須要 知道結費電話 然後去設定 整個模式 才能監聽 那 那 NCC 也被要求 表示意見 NCC的意見 說 他不知道 那我覺得 NCC 說不知道 是這三個裡面 最好笑的 為什麼 因為 NCC是去 去這個 這個 呃 像 這個監聽的設備 是要一對的 比如說 電信業者那邊要 裝一組監聽的設備 然後 調查局 刑事警察局那邊要 一組監聽的設備 所以 等於是電信業者的機房 都有監聽的設備 然後 都有拉線到調查局 跟刑事警察局 然後 這些設備有一個標準 叫 RFC3924 這是一個國際標準 監聽 電話跟網路監聽的一個標準 然後 這些電信業者 中華電信遠傳 採購這些監聽設備 以及 這個 調查局勤事警察局 採購這些監聽設備的時候 必須經過NCC 這個 去 驗證 然後 化壓說 這個監聽功能 沒問題 不管是 顧 顧 室內電話 打手機 手機打室內電話 然後 一般電話 打節備電話 節備電話 打一般電話 以及 網路電話 甚至做到網路電話 打一般電話 一般電話 打網路電話 都要能監聽 因為這個是業者跟我講 他們的那個驗收的程序 是這樣 而且NCC有化壓 說這些項目驗收都沒問題 所以 NCC竟然在化壓的情況下 驗收化壓的情況 有過 化壓的情況下 還可以說 他不知道可不可以監聽 這是很好笑的 那當然這樣一路走來 就是 因為這些事情 所以 就是當時 在 一些 這個 社運團體 發現 福茂 仔細的去發 看福茂的協議 然後 學者 就開始很認真 看福茂的協議 他們就看到這個二類電線 然後 就輾轉 就問到我 說 有這一條 然後我當然就去看 就去研究 那後來 公經會就去說明 這個會有什麼問題 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我剛剛講說 其實 我公經會我覺得很沮喪 因為 就是說 教授無用論 教授無用論 那 那時候 就是一個 一直擔心說 這個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 然後 我一直想說 民進黨應該守得住 如果守不住的話 我要再出來爆料 那 結果 發現 他是用 這個outbow 這個三四秒 那當然學生出來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這個有救了 這個有救了 他沒辦法直接這樣過了 所以 對我來講 我是鬆了一口氣的 當時 是 覺得完蛋 現在是 有救了 不是現在說 變成 變成大家在討論 我覺得 哇這個 我會緊張說 我要面對NCC 這些 實體 或25體 不會啊 他們提的這些 所以 他們提的這些問題 我都有把握 在 條文上面 跟在邏輯上面 去回應 我也都有把握 可以反駁他們 沒有問題 可以說服 一般的民眾 我都沒有 我都不會懷疑 這個 所以我現在 的心情是比 幾個月前快樂多了 我現在心情是 只是累而已 因為 我剛剛講說 這增加我很多的工作負擔 平常做的事情 只能 加班去做 晚上做 或者是 delay一下 那 導致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看到 就是說 因為這個 我們剛剛連數的時候 也不知道說 會有這麼多人出來 我也很 我也很擔心說 會不會人太少 小毛兩三隻 結果 這麼多 所以 所以 更證實的說 我們的論述 是 有基礎的 你用 common sense 就可以論述了 你用戰略層面看 就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在戰術層面 那 NCC一直在 戰術層面 打悟這一戰 導致 導致 那這種過程 也很多 很多 就是很多資料 其實都是 別人看不下去給我的 比較輕微就是有網友 給我 他們看到的 那比較嚴重就是 直接有業者 告訴我說 他們被脅迫 那這個 這些資料 當然有保密的責任 就是對 特定業者跟我講 有保密的責任 那如果需要這個提出來 我當然會要求要當用秘密證明的方式 那唯一讓我覺得就是說 蠻沮喪的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繳納的校長跟前副校長 怎麼會這樣平庸啊 我其實跟媒體 就是媒體有問我校長 講那些話 你的反應 那我就用兩個字來給他兩個字 平庸這樣 我覺得就是說他 如果你把校長當做一個 利益導向的校長 他個人利益導向的校長 他現在做的事情是一個 利益正確的決定 他現在做的事情 不是政治正確 也不是道義正確 或歷史正確 他做的事情不是歷史正確 他也不是政治正確 因為他現在這樣做 被學生老師修理的很慘 他還是要低頭 但是他在做一個東西就是利益正確 所以 他在計畫 我也要再報一個料 校長 校長跟校友會 交大校友會 在運作 擔任校長的年紀限制 從六十五歲 從六十五歲放官到七十歲 他們在做這個運作 因為那個校長 現在已經就是他明年一月底卸任的時候 已經超過六十五歲了 所以他不能再不能連任 照現在的規定 超過六十五歲不能連任 所以他們就去運作 讓教育部修法 修說 如果是中研院的院士 可以提高到七十歲 那你知道在教育部是通過了 但是在行政院被否決了 因為有很多的考慮 所以把它否決了 因為這樣一開 很多東西都會開 都會倒退到七十歲 所以整個都會倒退到七十歲 所以在行政院被否決了 所以呢 所以對校長來講 他現在不能連任 已經無望連任 他接下來要幹嘛 他覺得他還很年輕啊 他要幹嘛 他當然想要入閣啊 如果你用利益導向 如果你用 你看看他的話 他會做的 那他現在要幹嘛 他要表現啊 嗯 所以他是罵學生給馬正福看 說 你看啊 然後 學運的時候他 很想去跟學生溝通一下 勸學生 也是在表現啊 嗯 那 如果你把一般人 把一般人就是利益導向 那就算了 你是一個大學校長 你怎麼還是利益導向 那你不是平庸不然是什麼 另外一個奇異 我是聽不下去啊 他說 他說 我們 中國跟美國 我們都要把它當做 敵國啊 嗯 然後如果對美國的業者 這樣管控 對中國的業者的管控 要比照對美國業者的管控啊 因為他們都是可能的敵國 我說 他說 蘇校長 你如果這樣出去講 你會被笑 嗯 說 你把 美國當敵國 嗯 當做跟中國一樣的敵國 因為 一般的 主流民意會認為美國 是我們的 戰略夥伴 你怎麼會把它當敵國呢 美國沒有想要吃掉台灣 成為另外第五十二州啊 但是中國想要把台灣吃掉 變成另外一個省啊 這怎麼 這差異很大很會區別啊 怎麼會一樣呢 你如果出去講 我勸你不要出去講 你講的會 會 會 被笑 嗯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很難過的事情啊 雖然我跟我們副校長其實 前副校長其實很多合作啊 嗯 其實未來還是會有合作啊 哦 事實上現在也有合作在進行 嗯 那 但是我必須要跟合作的partner 去爭論這一些 嗯 價值的 立場 價值的不同 嗯 這當然是很難過的 另外一個很難過的事情是 我的 我的姑媽啊 我姑媽在日本 那已經在日本啊 這個 定居幾十年了 那但是 她在日本會看到電視 然後就打電話來問我 她說在日本看到這個新聞 然後說你 我上電視上媒體 這樣講這些 那因為她當時離開的時候 台灣還是在這個 白色恐怖的時代 大概在三四十年前 大概快四 四十年前了 四十年前 然後所以她很擔心我的安全啊 會不會被抓起來 我說 現在是2014年啊 不是1990年啊 不用擔心啊 不過 我知道 沒有被抓起來也會被檢聽啊 也會被掛線 因為我剛剛跟大家講 就是三萬人這件事 三萬人這件事 其實有多少人是有檢聽票的 其實 有相當的疑慮是沒有檢聽票的 這個沒有檢聽票的就是政治檢聽啊 不是犯罪檢聽 那 我覺得 這個問題剛好反映了說 我們如果 我們現在已經有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是0.1%的問題 可是我們做得上這個問題 擴大到10% 或者更大 那我們的價值 就被摧毀了 而不是繼續往前進步 那這個是 我們要捍衛的價值 那當然 我太太也會跟我講啊 說 這個 你被報紙寫了很多啊 然後 那個什麼 還 那個 別人都擴成你的 然後你面對媒體要很小心等等 就跟她講說 即使已經 這樣 而且後面有一堆人跟我一起啊 不是只有我啊 我們一票人啊 那 我也 我也 不求 這個 職位 或是什麼 我 我 我立定志向要把研究做好 為台灣 爭光 那我為什麼要 屈服呢 如果這個社會有 我 可以利用我的地方 來 保護我這個國家 的 資安跟國安 那我就應該要勇敢的去做啊 只是 當我想到說 我必須用我的專業去 保衛這塊土地的 資安跟國安 我就會很 很難過了 就是 就像聽到學生唱歌 這個 我會 這個 內心很 熱血沸騰一樣 我當我想到 我必須用我的專業來保護 這個價值的時候 也是一樣 那 我完全沒有心理壓力 我只有累而已 那希望 這一個 整個在跟政府部門 對抗的過程裡面 有更多的 網友 能夠加入 能夠貢獻這樣 那我知道說 不管是 比如說我的同事啊 或者是 認識或不認識的網友 其實大概都可以分成幾個level 就是 其實有一群人是 就是很贊同 而且會一起出生的 這是一群 這代表一個相當的比例 那有另外一群是 贊同 但是他不會主動跳出來 不會主動協助 那當然就是說 可能是他們的 就是說他們有些顧忌 有些人有些顧忌 比如說我同事裡面 其實我去問 我遇到 吃飯的時候遇到 我都不知道他的立場的時候 可是他跟我談了 那一談以後他很贊同 他很贊同我的想法 可是我一直以為說 你可能沒有意見 結果他贊同人 可是他不敢表態 他不敢表態 因為他怎樣 他們怕得罪人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 像你如果寫在連署的話 那你有可能會得罪人 有些人就覺得 可是我其實說實在 不用太擔心 我沒有跟大家講 不用太擔心 因為這個東西是主流民意 我們今天講 如果是一個少數民意 然後你去連署的話 那你會被記一筆 然後找機會 懲罰你這個機會 就比較大 但是不是啊 現在是主流民意 一定是這樣 你去出面去講 其實你可能得到了贊同 遠大於 不是大於而已 遠大於這個質疑 我就跟各位講 我唯一得到 非官方的 或者是非 不是非官方管的 這個人還是在公園院 張忠一先生 他在公園院 他有沒有被 被鼓勵 不要說寫過 被鼓勵 我不知道 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一個業者 來跟我講說 你叫做你錯了 你們錯了 這個不會有問題 所以 所以我要跟很多網友講說 不用擔心 雖然你認識 你周遭兩個 裡面有人很熱情的 很站出來反對 也有人是 比較冷漠一點 但是他們也贊成 那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冷漠 然後不贊成的 這些人說實在 然後再來是 很熱情的站出來反對 這些人 這兩種人 熱情的站出來反對 跟冷漠的反對 這都是很少數的 因為主流民意 是在這裡 可以看到 那我們現在 主流民意已經清楚了 就是七成以上 七成以上是 認為福茂沒有程序正義 這個是Part 1 已經Game Over了 接下來就是執行的問題 就是立法院去執行 執行這個民意 Part 1 的民意 Part 2的民意是在 內容也沒有正義 福茂的內容也沒有正義 福茂的內容也沒有正義 那我現在看到民調是說 事實對事實 說贊成這個福茂的事實 反對這個福茂的事實 先不講說條文 現在有40%不要簽了 這個不要簽了 另外40%不是說就簽這一本 另外40%可以簽 但是要審議 要審議 所以 對於 內容不正義 認為內容不正義的 絕對不是只有40% 40%是說不要簽了 這一本整本拿去丟掉 那你說 你說 不贊成 暫時 認為福茂裡面 內容不正義的 一定是大於40% 我不知道這多少 也許50也許60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Part 2 就是 Part 2就是把這個 認為福茂沒有內容正義這件事情 沒有太多問題這件事情 把它讓更多人知道 讓更多人了解說這個東西是有問題 就像幾個禮拜前 學生很努力的在告訴社會大眾 在教育大眾 說福茂的程序不正義 剛開始 剛開始 主流民意是認為 主條審就好啦 但是後來變成主流民意 變成先立法 後審查 這是變成主流民意 所以學生 教育的 透過教育大眾 得到了形成的Part 1的共識 那現在Part 2的共識正在 正在形成中 我相信幾個禮拜 也許幾個禮拜 也許幾個月 再去做民調 就會看到共識 那希望大家 站出來 因為你是站在 歷史正確的一方 也是政治正確的一方 甚至是利益正確的一方 以上